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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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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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今天我们又在这个高位呢对Facebook进行了一个放空的一个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Facebook最开始的一个波峰呢是在32元左右 那么跌下来以后再反弹上去那么我们的信号系统呢提示 那么在32元这个位置呢就是日内的一个主力位 那么我们在VIP里呢也进行了一个短线上的一个放空的一个操作 那么这个单子呢也是一个因为说Facebook在今天的行情当中呢是非常强势的 那么这个看空的单子呢也是盈利的 大家可以看到Facebook从放空的点位呢是在31块8毛钱的左右 那么收盘的时候呢在31块4毛钱可以说 这个整个这个单子呢是一个盈利的状态 还有我们的会员呢也通过我们的信号系统进行了一个点位的找寻 进行了第二次对Facebook放空的一个动作 也取得了不少的收获 那么在这个行情当中呢可以说 大盘是每天都是一天涨一天接 可以说是一个拉锯的形态 那么对于做短线波段的投资者来讲呢是非常被动的 那么我们就争取在日内的交易当中呢进行一个操作 大家看一下下一张图 下一张图呢是Xmobile的一个走势图 那么上个礼拜五我们清楚的知道 那么这张这只股票呢 的主力位是在83元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主力点呢就是我们盘中的时候 我们各个老师对这个股票的主力点进行了一个归纳 我们可以说这个交易平台有30多档股票 那么从这个我们每天都会把这些股票的支撑点位123 还有主力点位123点 那么这几个点位呢给大家贴出来 就是说告诉大家在某个点位就是一个强主力 某一个点位呢就是一个强支撑 那么大家从Xmobile这只股票上的操作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83元这是一个强主力的这个点位 那么我们进行一个放空 可以说在不到15分钟时间呢 大盘出现了一轮非常可观的一个rally 那么出现了一个突破堂勤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放空的仓位呢我们就亏损了 反手我们就做去两个多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Xmobile的之前的一个看空的仓位呢 进行一个弥补 这就是一个1加2的一个操作 当在一个强主力或强支撑出现一个点位的时候 我们可以顺势去做多或顺势去做空 那么如果没有反弹上来或没有跌下来的话 那么这第一单子就属于盈利了 那么第二个单子 那个1加2的2呢 就是当我们方向出现方向性错误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剩下的两个仓位 或者是一个仓位来进行一个弥补 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聚精华尔街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